大家好,我是迪丽热霸 对,演员迪丽热霸 因为演员这些年 自己给自己的评价 有待提高 对,这是我给自己的评价 就算我不做演员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见识到的很多东西 你其实都会有成长 那我作为演员的话 我觉得我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人 就我觉得我遇到了 我就去好好做这份工作 如果没有遇到 那我喜欢这份工作 我还是会去做 但是如果我有一天不喜欢了 那我就不会去做 就是一个比较 随遇而然又顺其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不纠结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我觉得 对,因为纠结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很多时候 纠结或者说你跟别人讲的时候 你就是想要再有一个肯定吧 所以我也不想纠结 可能以前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 但是现在不太想在一件事情上 纠结太久 一开始去演戏的时候 我就是想要去 多尝试一些角色 到现在其实也一直都是这个想法 哪怕他不是主角 哪怕他不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角色 哪怕只是一个平凡的小角色也好 他都有他自己的闪光点 就像我们平常生活中的 每一个普通人 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去多去尝试 感性 理性 先方在第一位 努力和幸运 还在第二位 我是那种特别能忍的人 因为学舞蹈就很疼 那时候还比较小 可能九岁十岁吧 就各种什么压胯啊 各种掰啊 各种空腰啊 其实都很疼 但是我都能坚持到最后 我就觉得不差这一下了 努力到最后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我就想到最后看一下 会有多少人倒下 然后会有多少人剩下来 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幸运会排在第二位 是因为 15年还是14年 有一个采访 我当时的回答是 我觉得我没有很幸运 但是过了这些年 你的各种思想 各种东西成熟以后 我会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我很幸运地被大家喜欢着 我很幸运地被大家看到 我很幸运地被所有人关注着 然后被我的工作人员也好 我的朋友也好 很幸运地被他们照顾着 过去的我 我觉得没有什么 对过去的我好说的 因为我没有后悔 我过去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觉得每一件事情 它我当时的选择也好 或者说我的一些想法也好 它造就了我的今天 所以我的过去 我都没有想要回到什么时间 所以对它没什么好说 就继续加油 对 然后现在我的话 想说当下 未来的我就是 你看我当时就跟你说过这些话吧 愿我所爱之人 可以平安喜乐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两句话 是因为我昨天 读了粉丝给我的信 然后里面他们有很多 都写这个 愿你可以平安喜乐 所以我当下就会想到这个 愿我所爱之人 予生平安喜乐 来吧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